佛问文殊斯利菩萨,说今天法会,所有道的祝佛菩萨,给一切祝天,给一切拔布归神。 道了好多数字呢,让文殊菩萨算一算。 文殊斯利菩萨答复佛呀,说我以一千节的时间,算不清楚。 佛跟文殊斯利菩萨说,我以佛言观过,由不尽世啊,不但你一千节算不清楚。 所以我以佛言,看今天所有道会的大众,都不能直接送。 一般的佛说的佛没有不知不晓的,而且这道会的数字是个数量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道会的人就好多。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来呈阳赞叹地藏菩萨的。 佛也随着文殊斯利菩萨说,不知其数。 不止这不经啊,像维墨迹经,也是假。 维墨迹经那个小屋子里头,屋子不大,但是容了八万四千四十宝座。 这是意境啊,不可思议的数字。 同时,最重要的在说,说这么多的祝佛菩萨,乃自一切天龙八卜,都是地藏菩萨所度的。 地藏菩萨是菩萨,但是他度了那么多人称佛。 无量亦数的,还不说是那些个天龙八卜了。 所有道会的这些人是已渡的。 还有地藏菩萨在各地的化身正在渡纵上,还有维渡的。 维渡的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 这占有一些个缘吧。 已成就的事,已经成就佛了。 未成就的呢,还做八卜鬼神,还没成佛呢。 这是诚应赞叹菩萨的功德。 但是文若思理菩萨听到佛这样对他说呀,文若菩萨就跟佛说呀,白佛言。 说是佛你说这个话,我可以能信。 因为什么呢? 我在过去修善根都修成了,正得无奈的智慧。 听佛说说的,佛言无信,佛说的话,全是真实的,所以我信。 假使一些小果的声闻,他听见佛这样说,他不会信的了。 还有未来世的一些众生,如果他们对佛说的话,不信的伴回,那造罪了。 要避免他们的过,他们一定听了佛这样说,他们怀疑或者,别让不知道他是菩萨,他度了成佛的人的无数无边的。 不怀疑,不怀疑,当然有怀疑,假使勉强的顶受,他还有心帮回来。 可不可以请世尊啊,把地藏菩萨摩扎杀度众生的在阴地当中,他都修哪些个菩萨行? 他发了的什么愿呢? 离合大愿。 说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怎么样来的? 威尔菩萨说这个问的话呢,是很明白了,很明白了。 他说未来的众生,听佛这样说,他不信的了。 地藏菩萨现在还在菩萨会。 他都得成佛的,都无量无边。 还有那些菩萨呢,无量众生呢? 如来说的都是诚实的话,真实的话。 但是他不能接受, 佛可不可以把这个地藏菩萨利益度众生的过程啊,历史性呢? 解说一下,说一下。 那佛就告诉文书斯利普少说了, 毕入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假设的,毕入就打个比方说, 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树木、丛林、倒麻、猪尾、三十、微臣、一物、一树。 一件东西算一个树。 把这个树子,假设一树算一横核, 一核横的撒,一个横核的撒, 一撒一四界, 一个撒利算一千大千世界。 在一个世界之内的一辰, 一个微臣算一结。 一结之内所有的微臣, 再把它作为结。 这个树子就是我们听见的没办法知道它这树子了。 就是树子非常之广, 非常之多。 但是啊, 地藏菩萨正十地位以来, 比这个时间还久。 千辈多于上欲, 把三千大千四界的草木、丛林、倒麻、猪尾、三十微臣, 一物作一树, 一树又作一横核。 那一横核的一撒一戒, 一尘一戒, 一个微臣做一个戒。 那么所积累的微臣, 都把它作为结算, 算结算。 地藏菩萨成十地以来的果位啊, 超过这个数字, 千辈多于上欲。 地藏菩萨成十地果位以来, 时间太久了。 还有啊, 他没有登十地以前, 做生文, 做普之佛, 那个时候还没算, 算上啊, 说得不可遂了。 那么简单一句话吧, 就是地藏菩萨成道以来很久很久的了。 佛来赞参对地藏菩萨说, 说此菩萨的微神寺愿啊, 说地藏菩萨的微神跟他的寺愿, 不可思议。 不是以所能想象得到的, 所能思维得到的。 同时在这个地藏扎三乐叶报经, 大祭十轮经, 赞参地藏的菩萨的, 把这三乐经配合起的所有赞参的殿藏菩萨, 就赞参他利益众生的功德、智慧, 超过一切菩萨, 说他就已成佛了。 他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愿昧圆满, 所以不成佛。 假使未来寺, 就是佛呀, 当时跟文入司的菩萨说, 未来寺, 那未来寺就久远了, 未来还有未来, 未来还有未来, 宴席无量的, 那个时候的, 发好心的, 善男的善女的, 如果能听见地藏菩萨的名字, 把听到他的名字, 或者是赞叹, 或者是赞礼, 赞礼就是顶礼他的形象, 或者称地藏的名号, 乃至供养, 供养是不限制的啊, 你磕个头, 如果赞颂句子, 都算供养, 那就法供养, 功德更大的, 或者是, 说他的像, 为雕刻呀, 彩画呀, 缩漆呀, 说这个人呢, 能够得到一百次, 升到三十三天, 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 永远再不夺地律, 在赞赞地藏菩萨的圣德录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啊, 这类故事很多了, 大家可以看看, 地藏菩萨圣德录, 就是圣德大观, 那里的故事很多, 从中的我们讲一个, 那么一个人, 在路上, 在看着一个那个, 手张, 就是拿那煮棍啊, 煮棍的, 一个坏的手张, 那个坏的手张, 头上啊, 雕有个地藏像, 那这个人呢, 并不印的这是地藏像, 但是他赶脚的手张啊, 虽然救了, 还很好, 那他就, 捡到去, 或者是人家卖的时候, 他就把它买到去, 拿回家来, 就隔到那旁边, 就隔到那床头啊, 没什么注意, 下重煮一煮的时候, 后来这个人病死了, 死了之后, 到阎乐王那儿去, 阎乐王就计算他这个功过呀, 他有过, 错误是很多, 因此要想治他的罪, 这个时候呢, 来一个比丘, 相貌很不好, 很丑陋一个比丘, 对阎乐王说, 说, 你把他罪给他免了吧, 这是我一个弟子, 我一个护法, 这是我一个护法, 阎乐王就给这个比丘顶礼过之后了, 先顶礼之后, 完了就起来处理他, 这人看着他莫名其妙的, 谁来给他说好话, 他对这个比丘并不应声, 从哪里来的呢, 因此嘛, 阎乐王也就把他放过来了, 把他罪呢就免了, 他又还阳了, 他突然间还阳之后, 他看见他那个, 从边这个手杖上的那个, 地正像, 跟那个地狱所限的比就像是一样的, 再回他再发起诚恳心, 恭恭敬敬的供养, 又把他重新叼了一下, 重新呢, 以后他就念地藏经, 他是这样的信, 信的, 在三宝感应录里头, 关于这一类的记载呀, 很多, 但是都有事实呢, 因为在那个唐朝的时代, 宜州就是四川, 宜州有个法剧寺, 法剧寺挂的一个画像, 地上菩萨的画像, 这个像呢, 画的这个像呢, 含乎坐在一个船上, 很高, 但是这个像经常的放光, 在唐朝的临德二年的时间, 临德是一个唐朝一个国王的时间, 那么这个地上像的放光呢, 传说到长南, 说在这一年的八月份呢, 皇上就下个命令, 把这尊呢, 画幅的画像, 让人请到宫里来, 那么长南城信佛的人, 大家都来画地上像, 供养, 但是所有与这尊画像的画像, 都在放光, 是一段时间了, 以后就没有了, 这个是形容着地上菩萨, 有很大的威力, 实际上地上菩萨没到这个世界上, 没到我们这个人间来, 只是在天上, 说地上经, 那他的化身呢, 就无量数了, 化身就无量数了, 因为他的成道的时间呢, 非常的长, 说在这个世界, 那这度了那么多人, 是他无量无量节度的, 文物诗的菩萨, 还经过一千节都不知道他度的, 当时在那个法会的祝福菩萨像, 佛与佛言观又不尽数, 这都是成阳赞叹地上的功德, 说这些功德呢, 的目的, 让未来一切众生啊, 产生信仰, 说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 轮回当中, 假使母级金刚经, 波若一声讲, 一切做法都是元气的, 没有实体的, 元气做法是性空的, 性是空气的啊, 但是众生的执着, 因为这所做了很多的业, 因为你执着啊, 所做的业是不亡的, 说不执着呢, 不执着业没有了, 当下放下, 什么都不执着, 什么业果也没有, 因为众生的执着, 那所有也不亡, 说地上不得化身的, 这是随着众生的执着, 因为众生看不破, 放不下, 六道轮回, 容然是有的, 因为什么呢, 众生作业, 如果一切众生都不作业了, 如果一切众生都达到性空了, 那就清醒了, 可能吗, 不可能啊, 我们大家睁个眼睛看看, 或者你坐这儿, 默想, 观想一下, 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 晴空的世界, 是什么样, 地狱能空吗, 六道能没有吗, 但是这讲的地上经, 是多数都讲事, 没有讲理, 没有讲性空, 不是空, 在事上讲, 因此, 地上坡的教会在一起, 的确众生, 在地上经啊, 说地狱的名号啊, 说的很多, 为什么, 让众生生恐怖感, 不要做坏事, 你这边一做坏事, 你那边地狱就成熟了, 等着你去受, 如果你经常想的都是极乐世界, 原念都是极乐世界, 你所做的都是极乐世界的事, 那六道轮回没你的份了, 所以我们在修行工作方法, 还自己摸索找不到, 没一个好方法, 那你念的阿弥陀佛不是很好方法吗, 地上经就讲的是你, 成阳地上坡布萨名号, 地狱灾难就免了, 尝试念地上布萨, 你就不会大狱, 不会下地狱了, 这个修行谁都能做得到, 能做得到, 能做到为什么不做呢, 这就叫业啊, 朕经常说业障业障, 那个你所造的业, 藏住你的群啊, 这应该在这儿都是坐这儿聊天, 他不念地上圣号, 也不会念阿弥陀佛圣号了, 为什么不念业障, 每个人经常耐受 我业障很重 有什么呢 不休想 也不休观 也不读诵大成 乃成个名号 都很少 不是说你拿着 让人都知道我念的地藏圣号 不是这样了 说你心呢 谁是原念地藏菩萨 谁是想着地藏菩萨圣号 默念 你不想笑业障 不是想生善虫 或者你想发财 或者想家庭平安 说现在我们都除没有家庭了 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要身心健康 不要一天经历害病 这痛难痛了 多麻烦啊 痛起来不难 多念念身后 感自于像战刹经的下半部 二种贯道 一时警戒 那修行功夫就深了 主要是二种贯道 一经是度众上 度众上 战刹经是多于是度众上 都是度他人的 地藏三经 多数都是度他人 你懂得这个道理了 说地藏经 告诉我们修行法门 很简单 持名号 都送地藏经 所有的文书实力 菩萨说 文书实力啊 是地藏菩萨摩克萨 佛说地藏菩萨摩克萨 过去的历史 他有过去久远不可说 不可说 节前呢 是很早很早了 那时间是不可说 不可说 节前 说他历史啊 说他从发心开始的时候 是 久远久远 节前 他怎么放福对心的 那个时候 他在人间是凡夫 出发福对心 是一个大长者的儿子 家庭很富有 在那个时间呢 有佛出世 那佛的名号呢 就狮子奋训 拒诸万行如来 这是吗 讲地藏菩萨 度了无边无数 不可说 不可说的那些人 成了佛了 成了大菩萨了 还有正在被度脱当中的 那些个鬼王 天龙把蹦 已经都能成熟了 对修道上 供养三宝都成熟了 但是那些个鬼王 他在修行当中 还没成为菩萨 没成为祝福 在这个下文的第十一品 减 KEVIN 监犯遮神 说那些鬼王 说地藏经所说的那些鬼王 全都能成熟 因此呢 让我们有一种的 看问题的看法 怎么样看法呢 平等观一切 不可以亲和 任何人 都是未来祝福 咱们讲法国经 尝不清菩萨啊 见些众生都要礼拜 如是未来祝福 我不敢亲吗 你的心 看些众生都是佛 其实就是你的心 就是佛 佛眼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因此这段经文 说他 地藏夫在私自奋训 寄出望而来前 在那个时间 他因为看见佛的相好 他问佛的形象 你这么好想 你怎么得到的 修行什么 那但是他是有一定上根的了 没有上根他能遇见 寄出问候来发心吗 所以我们在讲 黄安经的时候 初发心是成正觉 说你初一发福的心 变成了正觉 为什么这样解释 你初发心的心 跟你成就成就佛果的心 这心是一个了 两个心是一心了 这这样子一个成佛的心 跟初发心的不同 一个是因 一个是果 但是这两种心啊 初心难了 成佛人成就了 那自然的就得到了 但是你最初能发到佛的心 成就的是由哪来的 由最初发心 说花经说 入室二心 出心难了 在今次说 每个人 不是图里蹦出来的 不是幻化的啊 他都要有六七眷属的 就你周围的人啊 就是六七眷属 父母啊 父三猪母三猪啊 这是行人六七眷属 就是你周围的奶酌的朋友啊 不一定都信佛吗 你信佛了 你的六七眷属 不一定信佛吗 说你怎么样的 你信了佛之后 你怎么样的度他们 地上经 这大多数都是让你度六 度你所有的人 有些人 说受了三猪能免呢 也不一定了 那业障发现呢 我在美国纽约 就是都受了三猪 没有三个星期 就跟汽车撞死了 可是受三猪能免呢 不一定 因为你受三猪的这个功德 没成熟 你过去的夜上成熟了 而且遇到车祸 非常的奇怪 那就该死了 一个信佛时间很短 还没能转化 并不是我们一念地上福祂 就什么灾难都消失了 不可能 我们听一般地上经 说我再不后遇到灾难了 不可能 得看过去的业障 轻啊重啊 如果你信佛时间很短 道心没发现 如果你随着信佛时间很长了 你已经胡语鬼才 颠颠倒倒的 一哈信一哈不信 这待你内心里头啊 每个人能自己明白 你信佛这个善因呢 果还没成熟呢了 你那个过去那个夜因 果成熟了 你得先受那个棒 不错 发了心啊 得看你向哪方面变化 说地上不得从建筑 这个私自奋信万和如来的时候 那他就定了 他发的是土的心啊 但是中间并不是没变化啊 这讲他的过去的因果啊 所以两次都讲着他 变了女人 都是因为他妈妈死 操作他妈妈 这个都是他因地当中 修行很久了 所以他经过时间的那么长 那么无量的接近 那是有一定关系的啊 还有我们经常讲 方下徒道 利比成佛 有些人因为 佛经这样说吗 方下徒道利成佛吗 一不就能了 马上就要成佛了 这样理解是错误的 说你从此行善 方下徒道 一定能成佛 这个利地得这样讲 所以发号经也说呀 发号经也这样说呀 要人入于唐妙中 单行倒显 我第一道 皆以成佛道 你得做正确理解 因为他以后成佛 就是用的最初 如说塔妙中中 丹河长小弟头 中了这个善因 以后逐渐 因为这个善因 逐渐修行 经过多生累劫了 所以呀 你学佛经 不要在一句话上 错误的理解 因为经过翻译 用思想的情况 放下徒道利的成佛 那么没拿过徒道的人 那么更成的快了 早就成佛了 所以理解 要正确 要理解 要理解 正确 说着他在诗子分训入来 那个时候开始 是张哲子 见佛相好 那时候张哲子就是 是对张哲子最初 最初发心简胜 他看见佛的相目 非常圆满 千佛庄严 很得羡慕 因为比佛 作何恨愿 说你为什么得到 这么好的相目 你怎么行 修行的呀 你怎么发愿的呀 苏子分 来就告诉 那个张哲子说呀 怎么样 你小正齿身吗 正的身体像我一样吗 那你就当久须 用久远的时间 度纵生 不度纵生 没有想好的 所以在帝尔王父子 在阴地当中 住张哲子的时候 他在那个时候 就发了愿 咱们